我觉得这些市况上你不要想到什么价位上 因为假设你设定了一个价位 真的跌不到那些水平的时候 你一样有机会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任何想书记住 任何级纳部署上面 是建议以一个偏长线角度为主 不是说明天没事,最后没事等等 所谓的最后没事可能要去到2023年 才开始见到处光 但现在就是说是一个叫做收集期 所以在收集期上面 你分几注去买 如果它不断的升上去 你会变得越来越舒服 当然你的回报会少了 但起码有钱赚 相反地如果跌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有条件觉得是执平货 相反地你设定了一个价位 突然一个坏消息盖上来的时候 你很大机会出现什么状况 就是打止蝕 然后再止蝕之后你又不会买 然后再升上去的时候 所以短仓这些位置没什么好做的 短仓部署上面升了太多了 你都不会在这些位置出手 但是长仓的话这些位置再继续变仓 真的没什么问题 但大前提就是说你要多现金在手上 那我们过去半年都是不断地跟大家说 是多些现金 看看真的有没有做到 做到的你可以开始 建一些长创部署 甚至你说其实如果你有跟着消息贴的话 可能你都已经是吸纳的 所以如果这些位置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靠边站等一等先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很心急的话 就用分主吸纳的形式去做 我会这样做的 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做了 所以我会这样做的 这些人就已经没做到